喂 好,那現在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open media vault NAS 的應用 就是在上面來裝 Docker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Protainer可以使用 那這什麼意思呢? 在我們的open media vault 如果我現在是裝這個 ResperPi Plugin的版本的話 實際上它一開始就已經幫你裝好這個 OMB Extras 那我們只要打開這裡的套件庫 然後再選Docker這邊 那我們就是按照順序的去把Docker給裝起來 然後裝起來之後再裝Protainer Protainer裝完再裝這個Yacht 那我們今天可以用到這個Protainer 我們就把Protainer打開 那如果沒有做好內網穿透的話 因為這Protainer它會開在一個9000 Port 那可能就打不開 所以呢就是我這邊已經先用了 這個ZeroTier來去做 算是把我兩個裝置放在同一個 Local Network底下 算是一種內網穿透這樣子 那我就可以直接進到這個9000 Port 然後就可以進到Protainer的界面 那我們進這個Protainer的話呢 那我們就進我們熟悉的地方就是 比如說我想要去建一個Container這樣 那這邊我做的範例就是 我想要弄一個 Fail在我NAS上面的這個RStudio Server的環境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那我已經搜尋到一個這個RStudio Server 這個RStudio Server 它只可以建在RM64這個Architecture 就是我們樹莓派64 為人作業系統上面 所以呢我們就只要 這在DockerHub上面發行的嘛 這個image 我們只要複製這一段 然後呢把它貼在這裡 那這裡你就取一個 你喜歡的這個image的名字 這樣講不對 應該說這個服務的名字 然後這個container的名字 這樣子 然後下面的話 這裡我們就是可以給它一個 Network的Port 那你可以給它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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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然後之後就可以按下這裡的Deploy 好那 做完的話就會看到這件事情 就這裡一個是我剛剛 已經Deploy完的這個RServer 然後它開在什麼Port 它開在這個8787 這個Port 所以呢 今天我做完內網穿透嘛 我已經有這個IPE位置 然後我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是 再給它冒號8787 那我就可以進到一個 RStudio的 Server的介面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裡是R的程式 這樣子 OK 就比如說 x是1到10 y是x加normal 01 10的隨機數 然後我們就plot xy 像是這樣 OK 好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檔案存起來 就可以看到這個檔案結構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 在 在 OpenMediaVault上面 DockerImage的一個應用 1 1 2 3 3 4 5 1 1